很多人可能会经常现在感到负胀 批特别多 这可能是因为你吃的高发慢食物 高发慢食物是几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缩写 分别代表可发较的寡糖 酸糖 当糖 还有多元醇 这些东西其实讲白了都是糖 像我自己对果具糖就比较不消化 所以如果我吃的一些洋葱之类的东西 就会感觉到负胀 然后批特别多 大家不要觉得奇怪 洋葱里面怎么会有糖呢 它就是有果具糖的 因为其实你把洋葱给炒熟 之后你去吃 你也会发现它可能有一点点清甜的味道 其实不止洋葱 像我们吃的这些葱 蒜里面都有这种成分 所以佛教说不吃荤心 荤就是指这些东西 有人以为吃荤就指吃肉 其实不对 荤心 荤心 心才是指肉 荤就是指这些洋葱 葱 蒜之类的东西 因为它吃了之后会让人产生浊气 其实佛教对这个观察非常的细致 的确吃了这些荤 就是会产生浊气 而且这些浊气排出体温 会很尴尬 当然这些高发酵食物 并不是说每一种你吃了之后 都一定会负胀 一定会屁多 一定会肚子不舒服 不是这样子 那是根据每个人的体质 就是它的肠胃 不一样来决定的 像我自己的话 还有一点乳糖的不赖手 就是如果我光光光的 直接喝奶喝太多的话 我也会感觉到负胀 也会屁多 但是如果我喝奶的时候 就着吃一些别的东西 或者先吃一些别的东西 那么这种情况就会得到大幅的缓解 也有一些人 他只要喝了奶 只要他吃了乳糖 甚至吃一点点酸奶 他就会肚子不舒服 像我们中国人 最常见的 对高发酵食物不适应的 就是跟我的情况差不多 一种就是吃这种果巨糖的 就是荤 然后一种就是乳糖的不耐受 还有一种是我没有的 很多人都有 在我帮人减肥的时候 很多客户有这种问题 就是水果 他们都不知道 他们吃果糖是不耐受的 就是他肠胃 对果糖消化是不好的 一直都不知道 就老是说肚子胀肚子胀 但是觉得不吃水果又不行 说水果很营养 而且有些人有便秘的问题 说吃水果可以帮助排便 他不吃水果的话 排便就会更困难 其实如果你吃这些高发酵食物 能够帮助你排便的话 它不是对你的肠道好 也不是真的说让你的肠道有力量 能够让它健康的去排便 它排便的原因是因为这些糖 它到了我们的小肠之后 我们小肠不能够去消化它 然后这个糖的浓度就越聚集越高 聚集高了之后 对我们整个肠道都是没有好处的 但这时候我们的人体很聪明 就开始通过血液 运送大量的水分 把它注入到小肠里面去 希望把这个糖的浓度 把它稀释下来 但是这个时候 整个小肠 它就好像是水漫浸上一样 被水淹那一样 它很不舒服 所以它就脏气 它就开始异常的蠕动 最终把很多没有消化掉的 这些食物的肠渣 然后还有你消化不了的这些糖 然后还有水的本身 把它推到大肠 然后把它推出去 所以就好像有利于排便 而且拉得很爽快 而且经常拉的时候 可能还伴随着一种 那种喷勃而出的感觉 好像很爽 而且有时候还有一种腹痛 在拉之前 憋住的时候 然后拉出去之后 就感觉温身轻松 其实如果肠气都是这样子的话 那是对肠道真的是非常的不好的 当然本人其实也不会很舒服 就是因为你经常会腹脏 然后经常会有屁 然后如果在共同场合的话 还要去憋这个屁 放太多屁了 还会被人消化这个屁筋 那这种情况怎么去改善呢 有两种方法 一种方法需要时间比较多 就首先你是21天 你用21天的时间 都不去吃这些高发慢的食物 因为你也不知道 到底是吃了哪一种 让你的肠胃不适应 所以你就干脆在这21天时间 都不吃 给肠胃一个新的适应的过程 经过21天之后 基本上你的肠胃 就回到一个很正常 很健康的一个状态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就开始往你的食物里面 加入高发慢食物 你一项一项的来加 不要一次全都加进来 每次加了之后 等3到5天 再加另外一项 然后看加到哪项的时候 这个肠胃会出现脏气啊 屁多的问题 然后你就知道了 其实你对那种食物呢 是不适应的 以后在食物当中 就避免去吃那种食物就OK了 但是避免去吃呢 也有一点要注意啊 因为如果这种食物 是你经常性吃的食物嘛 因为你经常性会吃糖 然后经常性腹脏的话呢 那么当你不吃它的时候 你必须要有一个相应的 跟它营养成分差不多 但是正好没有它所包含的 这些糖的这种食物来取代它 这样子的话 你的营养了才能够做到 比较均衡 才能够做到让身体更健康 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相对简单一点 就不用等21天 你就从现在开始 你自己判断哪一种食物 或者哪两种食物 就是高发慢食物 那个表里面的 哪一种食物 或者哪两种食物 或者哪三种食物 你认为是让你的产生负胀的原因 让你屁多的原因 因为你刚刚听到我讲的内容 加上自己生活当中 一回忆这种观察 你可能就能够想到 然后想到之后 马上你就把你猜到的这种食物 把它停掉 接下来三到五天都不要吃它 至少要三到五 然后三到五天已经重复出现了 待会我讲 为什么是三到五天 三到五天不吃之后 然后你再看你的肠胃 有没有所改善 胀气是不是减少了 屁是不是减少了 如果有所改善的话 说明你猜对了 如果你没有改善的话 你就开始换 想是不是另外一个食物影响了你 但你找到是哪种食物影响你之后 同样的在以后的饮食当中 你就避免吃这种食物就可以了 第二种方法操作起来相对简单一些 但是它的准确率 有时候没有第一种那么高 那现在要特别讲一下 为什么我老是强调要是三到五天 就是说你加入一个食物也好 也是观察要至少三到五天 或者你减少这个食物也好 至少三到五天 那是因为我们吃进去的东西 从我们的嘴巴到我们的肛门 差不多就是要两三天的时间 正常情况下 最慢也需要18个小时 这点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 因为很多人都说我今天吃了什么 所以便比较痛 其实你今天拉的死 基本上都是你昨天吃的东西 甚至前天吃的东西 如果你认为你今天吃了什么东西 便马上就通了 说明你吃那个东西 可能真的不适合你吃 因为它起到的不是一个食物的作用 因为一个食物正常的 从我们的嘴巴到肛门 起码是18个小时 你只有吃了一些 你的肠胃非常不喜欢 或者像药物一样的东西 你才会产生这样的效果 就是所谓的吃什么拉什么 好了感谢收看这期节目 如果你觉得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记得给我点赞支持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再见 再见 谢谢大家